网红丹妮表姐与美国男友黑豹目前稳定交往中 日前她飞往美国找男友 并透过影片分享过海关的经验 丹妮表姐在影片中表示 去年以找朋友为由顺利通关 然而今年却被海关不断询问 朋友的职业与细节 自己上次领薪水是什么时候 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预计待几天回程机票 甚至问及存款数字等 她回答完一系列问题后 走向美国国内线时再度被拦下 遭到追问身上带多少钱 为什么朋友人在美国 丹妮表姐认为 美国海关疑似其是单身女性 因为她单身的男性朋友 出入美国海关就像回国一样简单 对此和美国男友交往的何美 也有感而发地表示 每次过美国海关都会被拦下拷问 关小房间是基本 不仅要证明是真的跟男友交往 纪念日对方父母名字等资讯 都会被详细追问 就连粉专主持节目的片段都要秀出来 某次差点赶不上转机的飞机 还被海关人员酸 赶不上要重买机票是她自己的问题 让她留下阴影 只希望下个月过去会很顺利